杨子凭借湘蜜沉沉进入双大火后,粉丝们都希望杨子接一些质量更好的剧,看到杨子出演《沉湘如蟹》,部分粉丝是抵制的,他们认为锦补和炎蛋的人设有些相似,但官方发出《沉湘如蟹》预告片,网友们再次被杨子的演技吸引,纷纷期待这部剧赶快开播,《沉湘如蟹》拍摄完成,网上始终没传出杨子要进组织, 近日,营销号发出消息,他们表示,杨子接下长相思的女主,这部剧即将开机,长相思根据热门小说改编而成,讲述的是流落大荒的高新王姬九瑶,历经百年颠沛之苦,不仅失去身份,还失去原本的容貌,化名为文小六,而他的表哥轩辕王子枪玄,即使寄人驴下,依旧在努力地寻找文小六,在四处奔波的过程中,文小六意外救下青秋公子涂山景, 两人通过不断的相处互生情愫,后来,文小六与九头腰相柳成为知己,当文小六经历千辛万苦之后,他终于恢复王姬的身份,并帮助表哥轩辕王子枪玄完成大业,做完一切事情,文小六选择与心爱之人涂山景退隐江湖,过上平淡且幸福的日子,通过剧情简介,我们可以得知,长相思绝对是一部大女主戏, 而剧中有三位比较重要的男性角色,他们是,涂山景,轩辕王子枪玄,九头腰相柳,从网上出现的消息上看,这是三个角色,分别有张婉毅,韩剑刺,邓维出演,看到这三位演员后,网友认为,女主要依托三,张婉毅是一位青年演员,演技还是不错的,大部分观众认识她,是因为觉醒年代, 这部剧让她的热度快速上升后,她又在乔家的儿女中,饰演乔二强,凭借较好的角色人设,成功吸引一大批关注,张婉毅,韩剑刺,邓维的热度和关注度都不高,但这三位演员的颜值都在线,如果杨子真的和他们合作,相信这部剧绝对会给观众带来视觉福利,各位读者,如果网传的长相思阵容是真的,你们期待这部剧吗?